歡迎收聽音樂ALLSTAR 我是今天的DJ 維里安 今天要在空中呢跟大家 來聽聽音樂 放一些我的新專輯 Sounds of My Life裡面的歌 以及一些我最近在聽 或者是之前聽覺得很好聽的歌 那剛剛聽到這首歌 叫做兒力收錄在我的新專輯 Sounds of My Life 那兒力這首歌顧名思義就是在想 講這個邁入30歲的 心境啊我記得我在 29歲的 那一年非常的焦慮 想說天啊我只剩一年了 然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焦慮什麼 什麼叫只剩一年 難道說一年過之後30歲生日的那一天 整個人就會消失不見嗎 倒也不至於啦 只是後來仔細想想是在彷徨說 我到底有沒有真的長大了 我到底就是 配不配得上兒力這兩個字 那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寫這首歌 那這首歌也花了我大概 大概三年的時間去寫 一直刪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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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很多話想要說 所以每一個每一句歌詞應該都算是 精挑細選出來 我內心真正的心聲 那也有很多人聽了覺得 有講到他們自己的就是產生一些共鳴 那我自己就是覺得蠻開心的 我在抒發自己的焦慮的同事 也可能透過這首歌去 撫慰了很多人的心吧 那接下來這首歌呢 來自於這個吳清風 我們前一陣子呢他有跟我錄Podcast 然後也有錄一些很有趣的影片 那他這首歌就比較同趣一點嘛 就是對於這個世界抱有一種永遠好奇 然後沒有任何規則的那一種 那一種開放性的心態吧 這首歌叫做南海東東 歡迎收聽音樂All Star 我是今天的DJ薇里安 剛剛聽到的這首歌叫做房客 收錄在我的新專輯 Sounds of My Life裡面 那房客這首歌呢 主要在講的就是 我覺得我回到我的老家 然後每次都很像 很像住飯店嘛 因為回到老家的時候 我都問我媽說 哪一支牙刷是我的 然後我媽就說 你就開一支新的牙刷嘛 在那個當下都覺得 我好像在住飯店 好像自己是一個房客了 但是那個地方又 原本那麼熟悉 那現在又變得有一點陌生 那種很奇特的情感 很難用文字去形容 那我就把它寫成一首歌 那專輯發了之後 我發現好多人也對這首歌很有共鳴 那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有類似 這樣子的體驗跟經驗吧 好的那接下來要放的這首歌呢 是我去年 是去年嗎 對去年 就是很常 放在我的手機的playlist裡面 然後一直一直重複播放的這首歌 非常的好聽 非常的虐心 來自於蔡明佑的這首歌 獨佔 歡迎收聽音樂All Star 我是今天的DJ 維里安 剛剛聽到這首歌叫做 聽我的 收錄在我的新專輯 Sounds of my life裡面 沒有錯 今天音樂All Star 就是要聽我的 所以就選了這首歌 那這首歌 放在專輯裡面 很多人聽了覺得嚇一跳 我想說 維里安怎麼這麼的搖滾 那其實我的內心有 在音樂上面有很多很叛逆的那一面 我相信在以前的歌曲 比如說狼這首歌裡面 有所謂那張專輯 或者是後來很多很令人摸不著頭緒的 就是嶄新的嘗試 都可以聽得出來 其實很多時候我是很不安於事 然後在想法上是非常叛逆的 因為我想說 很多人都看我的外型 或者是我的講話 可能比較覺得溫吞啊 或者是比較文靜一點 好像就是乖乖的 但是相信我 我在想法上面是非常的叛逆的 像聽我的這首歌 其實就是在講 其實我非常非常非常討厭 自以為是的人 或者是自視甚高的人 那很多時候 很多人覺得說 他們都聽不盡別人的意見 什麼東西都是他們講的就是對的 那我覺得聽我的這首歌 就是在有一點嘲諷吧 或是反諷這樣子的感覺 好的那接下來要放的這首歌呢 我特地挑了一個 可能沒有那麼重的歌 是我的青少年的回憶 我非常喜歡的Tension 他們的歌叫做 先說再見 歡迎收聽音樂All Star 我是今天的DJ維里安 很快的來到今天節目的最後一段了 剛剛聽到這首歌呢 叫做Brand New 收錄在我的新專輯 Sounds of My Life裡面 相信這張專輯 應該有讓大家覺得耳目一新 聽到一個Brand New的維里安 那今天呢 也很開心在空中 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聽聽這些音樂 聽聽這些歌 那我自己也是 這張專輯做了四年的時間 花了非常多的心血 把我生命當中這些很重要的聲音 都放在裡面 歡迎大家 那雖然現在就是我們的生活非常的快速 如果你願意的話 希望你可以花一點時間來聽這一整張專輯 那如果你已經聽過這整張專輯的話 非常的感謝你 謝謝你 願意花你的時間 時間如此的寶貴 也謝謝大家今天花你的時間 聽我一起在空中放這些歌 跟大家聊聊天 那最後最後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關注我的FB粉絲團 我的Instagram 我的YouTube 甚至我有做Podcast 都會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我的生命境況 或者是我的新的翻唱的歌曲啊 音樂啊這些的 希望下次很快可以跟大家再見面囉 那最後一首歌 要播的是我自己的歌 叫See you on Monday 希望我們很快可以再見面 下次見囉 拜拜